那是台詩大的研究生 你等一下再介紹他們 你現在介紹他們就沒有進來 你開始錄 那要跟我怎麼介紹 等一下要錄 你自己自己 因為其實只是一個小問題 那你先說你是誰 我現在在台詩大然後是研究生 然後之前有就是關心過東八條路的方面 那其實算是社運方面清閒人 然後所以想聽聽看就是 趙大哥就是講運算決算 然後也許可能這方面學一些基礎的東西 然後因為是剛剛結束 所以其實剛剛趙大哥講話 還有很多要吸收也有一些不懂的地方 那首先就是有個 就檢驗程序方面小問題這樣請教 就是剛剛趙大哥有講說 那個就是審計系統介入 是從發包之後才能介入 就可以 那在這之前就是 但是行政單位就是 就是編那個 預算編幕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和比較上位的決策 精神相符 這一點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就是 分權 地方分權還有分行權 就是主管的那個創意 是發揮在那個 就是預算編幕 那這個 你這個中間稍微有一點點出入 就是說你以東發條例來講 東發條例這是內政部通過的 因為內政部提出 然後有立法院通過 就變為正式法令 那東發條例用過以後 你地方政府就依法他必須配合 就地方政府的權力 已經很容易因這個條例而解佳 解佳 就變為用這個條例變為中央很容易集權 他可以開發或者開發其他的東海岸的地區 那這一些的過程本身就是用條例來做進行 做未來依據BOT的一個依據 促參的一個依據 那這些依據是一件事情 這是最高階的通過以後的依據 那假設大家都沒意見 那當然地方政府他的權力就被剝削掉了 本來這種都是地方主管機關 我發建造你才可以在我的三零溪 或者三元溪才能夠建造 現在他沒有權利了 因為上位的條例通過 他變成解佳了 他只有自行的分別 所以這裡面就牽涉到地方制度化 那現在不幸的已經通過了 因為我們大家也沒有關係的通過 現在我們叫廣仰補牢 已經通過了 那我們來支持去抗議去研究去發展 都已經叫說白了 就是在收尾的工作而已 沒有達到前面的效益 那我們能夠盯的就是地方政府 你能夠更堅強 能夠來著手 第二個就是BOT在這個 三元海水浴場這邊要開發案 你在這個BOT這個案要追蹤 這個案的時候是誰提出 對不對 這個應該依據那個東發條例 它才應出這個BOT案 這個BOT案是台東縣政府提出 或內政部觀光局 或者是交通部觀光局提出 我判斷是交通部觀光局提出 提出以後再追蹤這個 追蹤這個的過程 依法它一定依法啊 可是它有沒有違反地方制度法 這個地方的權限它是什麼 BOT案 以交通部你一個觀光局 提出一個東發條例 來作為觀光發展的一個依據 有沒有違背地方政府的職權 有沒有威脅到地方政府的職權 我舉一個實例 在屏東啊 假設你弄一個現在就是那個 那個大盆灣開發 就會很多人有意見 你看宜蘭喔 宜蘭從一個北海岸東北角 一直到芙蓉 後來擴建到花蓮南澳 有沒有 宜蘭都沒有意見 因為宜蘭人認為 引用外資進來 何樂而不為 何樂而不為 所以就是說他們地方人沒有意見 就是地方政府也沒有意見 地方政府沒意見 沒意見 沒意見就變為你可行了吧 假如說是以東發條例 觀光局提出 然後立法院通過成為法律案的時候 那大家都要遵循 你台東花蓮都要遵循 就變成台東花蓮 它原來是主角 它也變為不得不自行的一個主管機關 變為主角也變為配角 因為法令通過了 它只能中央比地方大了 就變成這種現象 所以對這個方式來說 我們只能追蹤這個BOT案 有沒有實際上符合地方 有沒有符合水土資源 有沒有符合國土規劃 盡量去朝這方面來做建築而已 大概只能改變的是這個部分 一定是局部了 已經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 去做這個條例改變的問題 通過了已經漫漫了 這個火車走過去的這站 它已經路鋪好了 火車站已經走到那一站 就那一站當下來管制 就是那BOT案也沒有符合 那環評也沒有符合 我們只能從這個地方下手 那再來就是 你們說這BOT案有沒有土利他人 這個時候檢察院 你們的監督範圍比較微弱 可是這個BOT案 為什麼給這一家 為什麼給那一家 這個問題就非常大 這個問題就非常多的政治 這裡面財團與政客的掛鉤 是我們現在國異要做 尤其你們要做的 要喜歡做到這裡要下手 所以政客與財團掛鉤 在目前來說算是最嚴重 比地方跟中央分權還來得刺激 因為地方分權這個東西被突破了 因為立法院本身政客太多了 那立法院現在單一選區兩票制 所以就變成為立委的選舉 只要把小地方單一選區顧好 這個顧好我就可以一輩子永續經營 難怪他們說這個制度要維持十年不可以改 因為改了我們遊戲規則 我培養的你培養 大家培養的都泡湯 所以最好規定十年不換選制 有沒有 這在去年的決定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民眾 因為到底是民眾 我們用代議的方式去選出來的代表 我們空白支票給了他 給了以後他可以做無限的決定 那所以現在進一步就要公民審議 再來就要公民監督 就變得不得不興起 那公民監督跟公民審議就是直接民主 那當然立委或民意代表這些議會的議員 他當然不會很喜歡不會很支持你 因為你們一監督我的權力好像被稀釋 所以就變成基本矛盾的人 可是直接民主是必然要來臨的 因為代議政治有很多的缺點 現在已經顯現了 那這些都只能是 我們看居民的知識的成長 關心的成果的增加才有辦法改變 那目前你的團體只能做 那個BOT案的檢驗 有沒有掛鉤啊 有沒有鼓勵啊 這些都會做什麼 那些重點是怎麼帶呢 其實不可能會跟我們一起他們 我希望得來是一票的 那些都會去ね 來也不去看